金框眼镜配上红色领带 穿搭不忘跟上流行 1999年43岁的韩国瑜 担任国民党立委书记长 尽管头发一样洗手 但吵架气势却无人能当 从明天开始 全国的民众朝野的政治人物 一定会有巨大的一个压力 韩国瑜从1993年到2002年 一共当了三届立委 其中还曾与时任立委陈水扁 发生肢体冲突 不仅翻桌还推了他一把 让陈水扁从椅子上摔下来 住院三天 期间韩国瑜曾被提罢免案 但投票率没过半而未通过 但之后他的政治生涯 却不怎么顺遂 不管是争取党内部分区提名 还是角逐党内区立委初选 韩国瑜通通败下阵 陈遣十几年后 2013年才被当时的台北市长郝龙斌 找去当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 但真正让他成为全国焦点 是在这时候 你愿不愿意道歉 我只想说 问世间情是何物 2016年韩国瑜在北市议会 与王世间这一阵 让他跃上全国版面 从此之后韩总名号不进而走 最终韩国瑜请辞北农董事长 让北农菜虫争议画下据点 随即趁着新闻热度 韩国瑜参选国民党主席 有话直说 帅真性格让韩国瑜人气越旺 尽管没抢到国民党主席 但却也到了高雄担任党部主委 成了高雄党部主委后 韩国瑜扎根南部 更进一步参选高雄市长 靠着一瓶矿泉水 一碗卤肉饭 庶民形象 营造三山造势 惊人场面 韩国瑜以89万高票 将绿营执政20年的高雄 翻转成蓝天 这股寒流创造奇迹 也让自己的政治路 推向高峰 甚至参选总统 韩国瑜尽管多次说了 不选总统 但2019年终究成了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就职不到五个月 就选总统 落跑市长 成韩国瑜印记 也种下日后罢免因素 越讲越爽 容许我把西装脱下来好不好 不要再喊了 再喊我跟张三振了 又要脱衣服了 以将近三百万票败给蔡英文 输了总统大选的韩国瑜 才回到高雄市府 2020年就被罢免成功 成了台湾地方自治史上 第一个罢免的县市长 宣伤一鞠躬 韩国瑜离开高雄市府 如今六十七岁的韩国瑜 以国民党不分区第一名 睽違二十二年重回立法院 韩国瑜传奇的政治人生 绘文待续 静讯王云亭 陈志峰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